徐孟涵 女27岁江苏人 国家法官学院本科法学专业 图磊老师好 你好 现场的12位老板好 专家好 观众朋友们好 大家好 我叫徐孟涵 毕业于国家法官学院 我当过艺人经纪人 出过自己的专辑 写过两部法律类的小说 今天来到菲尼莫署 希望找到一份法律 或者宣传类的工作 谢谢大家 法学专业 对 那个学校是国家法官学院 你为什么大学读了七年 因为我特别乐爱我的母校 我特别热爱法官学院 我特别热爱我的母校就读七年 我从十七岁到二十三岁都是在那里度过的 有两年是读的预科 剩下的这五年 三年专科 三年专科 两年本科 就生了本了 对 是这个意思吧 那你就不说清楚就行了吗 对吧 但我想问一下这七年花多少钱啊 花了三十多万吧 为什么要这么贵啊 不是统招的吗 不是统招的 不是统招的 要花一定的学费的 对 是这样的 那你这个读的法学专业 后面你又怎么去 说写什么影视题材还是干什么 出了两部小说 陈光宝和贵夫是怎么练成的 你写了两部小说 你写的 是的 但是没有对外发行 因为是写的是 你是那七年之间写的 还是毕业之后写的 我是毕业之后写的 你这个刚才那两部小说 是什么题材的 是写的是法官还有律师 法律题材的 是的 小说 你写的 是的 是我写的 是你创作的 是我创作的 你确定 到底是不是你创作的 我有一部分 然后 你到底有多少是你创作的 是续是你写的 还是什么是你写的 那我 咱们能不能直白一点 我就说他没有时间 突然写两部小说出来 我能说 长篇 中篇 短篇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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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别插 他这个问题很复杂 我帮你们问清楚 你们别急大爷们 我这样说吧 我自己曾经憋着写了 三个月 但是写的就是感觉不是那么流畅 然后呢 然后我就找了一些 就是专业的代写 然后构思什么的 然后之后 我就是把版权买了 但是我还是 不是你写的 是别人写的 是的 我还是很 对啊 你以后那么小话 痛快点 听我说 我还是很感谢他们 我就问你 你花了多少钱 买了这两部小说的版权 花了 一个花了一万三 一个花了一万五 一个花了一万三 一个花了一万五 对的 我这上面怎么写 投入了十万呢 因为我没有在大陆发 就是买的是香港的 就是整个这两本作品 无论是写 还是其中的环节之类的 你总共花了十万块钱 出了吗 印刷了 印刷了多少万次 两个加起来是一千本 一个五百本 然后都送掉了 我都送给图书馆了 然后图书馆 给我发了一些证书 那你做这个东西 你做这种事是干嘛呢 又不是你写的 你花钱去买别人的作品 然后印出来以后 你送给图书馆 你要干嘛呢 这有什么意义呢 这事 因为是这样的 我们还有两届就不招了 然后我还是很感谢 就是 很感谢 很感谢就是那里的老师 能给我 给我们就是这样的 你就用这样的方式 感谢母校 一半是为了感谢她 一半是为了对得起自己 好 那你那十万块钱 是哪来的呢 你又没工作 不好意思 我花了家里的钱 所以又花在你墙 你又花十万 做这种没有意义的事情 我觉得这件事情 还是蛮有意义的 这不是你写的 有啥意义呢 因为我想把这样的东西 当作历史写下来 因为以后 这不是别人穿鞋的历史吗 署名是谁 署名肯定是你咯 对 署名是我 你肯定吗 你用别人的作品吗 对吧 是吧 这怎么好意思呢 别人写的 你花钱买过来的 但我很感谢你 坦诚地把它说出来了 是的 因为我可能 要是不说出来的话 可能我也很感谢 非你莫属 不不不不不 你感谢谁 谁心里就很慌 你知道 我要扶导他了 我想挑战一下自己 我想改变一下自己 你是挑战了 然后呢 你也干了一个 你完全不胜任的事 有人一好心 也给了你份工作 然后你干两天 我硕士毕业 我怎么能到处去磨人呢 我还是回去干本专业吧 不就这么一结果吗 对吗 如果你真想锻炼 把那朋友找回来 对吧 把简历投出去 多拿到一些工作的机会 对吗 跑这儿哭了二多分钟 对 我觉得刚才陈总这个问题 你需要正面回答我们 就是你这么好 一个大学的排名 然后环境农学的硕士 就这么轻易放弃了 而且现在你要找的这个工作呢 又看上去比较低 你说你想挑战自己 所以要做销售 我反过来问你 你为什么要放弃自己的优势 对 因为环境不好 然后我就想去学这个 就是能帮忙 治理环境 对 帮忙治理环境 学好了 你又不学了 又不用了 然后学好了之后吧 我就想着 中国的环境 也在慢慢变好 其实是没有用的 我觉得 就是 这个得靠大家 平常的 就是生活呀 就是 难道不需要 你们这些专业的人员吗 你学了这么半天 就说 从改变国人素质 来解决环境问题 是吧 你好好考虑一下 老张 先看一下他的性格评估 不适合做销售 不要勉强 外向性 这个 艺人性 静泽性 和创新性 中 略高 情绪稳定性 偏低一点 在研究型方面 得分比较高 因为 毕竟他学 这个硕士嘛 还有呢 就是经营型 和社会交往 这块 也是他的一个 兴趣点 所在 这两个 对立面 得分比较高 也是有些矛盾的 我直觉 他不适合 做行政 说实话 我没有什么 这个直接的依据 因为我没跟他 单独的交流 和这个 问他问题 后来张老师 刚才就是 在评论他 那几个 这个测评的时候 我的确看到了 他在事务性 工作上面 的确得分 奇低 这就 这就印证了 我刚才的 那个感觉和感受 我不完全 这么认为 因为我觉得 他能够读这个大学 一路读下去 而且在一个 非常优秀的大学里边 去获得他的成绩 他的耐性 和韧性 其实应该是不错的 我是不适合做烧肉 其实我也困惑过 但是我今天在场上 就这么几分钟 我觉得 我觉得还是没有 把自己表现得 淋漓尽致吧 做销售 未必能够成为 一名出色的销售 它属于比较踏实的类型 但是放弃 他的专业实在是太可惜了 对 这个都是我们一致的认为 你放弃 你学了那么多年的 硕士的那个专业 我觉得都看出来说 明月跟人打交道 其实某种角度 是不够擅长的 包括之前 他谈的一些事业的处理 所以我建议 他去选择 跟他专业有关系的 营救范项的工作 其实有可能 更适合他 甚至说 他能拿到 8000更高的薪水 但是无论是做行政 还是做销售 我觉得他都表现得 不够优秀 他要是做 他专业的事 8000根本不算钱 我觉得真的可以 而这儿量身定造 有这么好的一个企业 给你多好 难得的机会 真的 我觉得我建议呢 就不要局限于 上海和杭州 他就是不想离开杭州 你知道 考虑一下环境 你刚才还要说 你回后回大 我要干一番 听见没有 第二轮选择去货磊 还有两盏灯 直接进入弹前不上感情 对这样的薪酬满意吗 不满意啊 对谁不满意 我能先听听工作岗位吗 对工作岗位还没说 解决大卖场呢 它的模式是由拼团群主 去做传播 做推广 所以你的这个职位 实际上是带有半个销售 半个客服的角色 是为我们这些拼团群主 去做服务的 我给你的岗位 我觉得还结合你的本专业吧 就是这个农场的 做一个农场的管理人员 日常的管理人员 所以我给你的岗位 就是我们的 一个农场的一个厂长 对我觉得今天一波 还是比较对 靠谱的给出一个东西的 对怀哲今天突然一万五 我不知道 我的一万加五千 是我们定下来的规矩 我在这个非女莫属 这个舞台上 是从一个小公司涨起来的 当你们当初用高价的时候 招人的时候 我只能看着演运 我出不起那钱 现在我能出到这个钱了 你就不要来质疑我 在这个舞台上招人的时候 大家全说 他得学历好 他得名校 他得211 对不起 我不是名校 我也没有那么好的成绩 但是我就有这个能力 只要这个人善良的人 我就让他挣高薪 六个月后 你还能这么理直气壮 在那说 这是你牛 我们佩服你 时间是一切可以证明的 那好 我可以活到120岁 希望你也活到那个时候 我们看一看 解决大卖场到那时候 是一个多么多么伟大的公益企业 谢谢您的 谢谢您的